现在正式进入九月份 不过回顾上个月台湾的买市 这个房市的买气是颇压抑的 那有几个原因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一方面呢除了央行升息之外 还有政府也在打炒房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农历七月份大家比较不愿意去买房 所以再在影响大家的买房意愿 那我们就来观察整个八月份的 不动产交易统计 在六都当中 其实他们的月增率年增率 几乎都是负数 如果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可以看到台中是衰退最多的 比起去年同期衰退了最多有将近四成左右 另外台南的部分 台南的交易量倒是上升的哦 不过也是略成长 好那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县市 都是呈现疲态的 那豪宅市场又是如何呢 虽然也是受到影响 可是冲击没有那么大 这是今年的第二季全球豪宅指数 年涨幅来到7.5% 比起第一季的10% 数字是略为下降的 不过这个下降呢 只代表它的成长放缓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还是成长的 那台北的豪宅第二季年涨幅 甚至还有8.6% 我们就来看看啊 这个数字呢 仅次于首尔跟东京 这两个亚洲国家 在亚洲排行第三 全球呢 则是排行第16 那你可能很好奇 这个指数最高的是哪个国家 其实就是杜拜 他们已经连续两年蝉联了 好接着我们又来看到 疫情爆发的这三年 台北东区有很多的店面都是闲置的 那么最近出现了大咖进铸 而且创下近三年来最大笔的租金交易 就在中校东路四段30号 这个据点本来其实是雄狮旅游的中校概念馆 那么当初的成租金额是每个月330万 不过后来他们撤出之后也空了半年左右 房东呢 也降租 下修一成 大概是300万 那这个价钱呢 就吸引加拿大的运动品牌 Lululemon进铸了 现在呢 他们挂上了新的招牌 东区车水马龙过去雄狮成租的黄金店面 现在有了新租客 由瑜伽品牌给租下传出租金行情 下修一成左右 中校东路四段搜狗中校馆正对面 正在家警施工 起初由Omega租了10年 后来由雄狮旅行社进铸 但受到疫情影响撤租以后 如今由加拿大品牌Lululemon进铸 夜楼摆平空间和广告面墙 传出月租约300万元 堪称东区近三年来租金规模最大交易 会啊 因为女性顾客比较多嘛 那这一人讨本回头呢 有耶 因为疫情比较趋缓 所以来逛街的人会比较多 这黄金店面 房东是李克持有负责人 是有Olet女王支撑的翁素慧 这里堪称东区蛋黄中的蛋黄 最精华路段 电租行情每平约15000到18000 东区一线店面 降租以后不再只有满满的快时尚和运动品牌 H&M的旁边有大雪眼镜 斜对面有日本定制珠宝品牌 明星潮牌五月天阿信的Stereo门市也从二线校弄走出大马路 还有Oneboy冰封一也在东区开大型旗舰店 过去在疫情当中 整个这个东区的这个价格 不管是在租或售都有很明显的下修 那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 它如果跟这个高峰起比有一成左右的修正 东区店面业种形态逐渐起变化 越来越多样化 人气渐渐回龙 国际品牌砸大钱插旗 显见对商圈人具十足信心 三立新闻洋超纯李文科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见